主持你們的記者會不容易 因為你看Selina有新的節目 風險 Ella也有新的節目 很容易啊 明明發片的時候也是您主持人 那你們現在都是主持人啦 以後就自己幹就好了嘛 還是妳這關 不要搶半碗 好好當妳的歌手就好了 好嗎 因為我這一期剛好我自己的專欄 我也就寫到了這個演唱會 然後那時候我就自己就靜下心 再加回想 我們的每一場 當然包括第一場是沒有售票的 我們在台南 然後一直回顧回顧 然後我的所有的精彩的畫面 其實都跟他們剪出來的一樣 太棒了 就是在我心裡面 很多畫面是有留下 我一想到那個畫面就很清楚 然後有時候可能會哭 有時候可能會笑的畫面 然後都在那裡面 是看到這個影片呢 就有點更真實的感覺 因為那是整個你的臉 就是那時候的青春的樣子 就是完全的就在那個 畫面中呈現出來 所以是就覺得自己的那個 那段歲月沒有白活 就是留下了很多這麼美好的記憶 沒錯精彩的回憶 從當年這個少女到現在的少婦 我想這三個人的 這是最稱讚的 這是一種成熟的 是嗎 新手女對不對 其實還是沒有變 是他們在台上的那種魅力 Ella呢 你有沒有什麼難忘的那個畫面 看了以後有很多回憶突然跑回 對 因為真的我們這一些年 這十年來經歷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後有些事情 你可能沒有刻意去想的話 反而都忘了這樣 然後我那天來看到那個畫面 然後就是我們三個人有一場 就是移動成房那一場 學會我們有藝人一段的那個秀 對 獨舞 對 然後Selina那個時候 跳那個個人的單舞 然後很妥辣的身材這樣 然後一筆打鼓 然後我是自殘自殘 然後我都忘了 我有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 還好我們這些事情 都有被記錄相處 然後我覺得很慶幸說 我們在這個行業裡面 不是只有我自己在幫我記錄我的人生 還有所有的歌名性 獻成這一切 還有美女朋友 然後幫我們記錄我們很精彩的過程 還有一個做了有人要看的 對 像我們兩眾可能沒有人要看 兩觀眾就只有藝人 是不是 你們那個性感留在家裡面 自己享受就好 不過呢 我想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難忘的經驗 天佛珍你自己看完這個 有沒有什麼感觸 或是有沒有沒剪進去的 PP你覺得 我們真的很幸運 我們的友情 跟我們就是經歷了這十年 精彩的人生 像夢一樣 夢幻的人生 可以透過專輯 或是每一場的演唱 會記錄下來 然後我剛剛看到就是很炫爛的一面 可是沒有記錄的 反而是我們在醞釀這些演唱會 背後譬如說在彩排的時候 明白 或者是在舞蹈演出 練團的時候 或是練舞的時候 可能我還記得 當時Ella在嘎偶像劇 然後同時又要練舞 哦 等等之類的 就是很多很辛苦的過程 都烙印在我的腦海的視野 像或者名稱叫做Together Forever 那其實就是我們過去十年來 有發過兩張精選記 一個叫做Together 一個叫做Forever 不會是主持人 然後下一題都講完了 哈哈 所以這場演唱會 就是體積了我們這十二年來的輕易畫 然後呢 當然就是要用不一樣的方式去呈現 然後我們自己在開會的時候 都覺得天啊 我好不想當台上那個人 我想當觀眾 因為感覺很好看 炫悟 是是 Together Forever學會 非常期待 就像Ella剛剛講的 因為在開會的時候 那個畫面感就是 而且甚至我知道 開完會的時候 其實工作人員都跟我們炫耀說 哈哈 這些東西你們都看不到啊 你們在台上 因為我們就很氣 因為你們講的都是對的 所以就想當觀眾了對不對 他們才看得到炫耀的畫面 他們才看得到那個整個舞台的設計 然後 因為我覺得現在 對我們RSHE而言 已經是到了另外一個階段 我們可能 比較不適合像以前這樣一直的唱跳 或者是這麼的 蹦蹦跳 可是我們可以帶給大家 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可以帶給大家更多 譬如說 溫馨的感覺 還有我們三個人的情感 然後更著重在我們唱歌的部分 就這個部分 我們有很用心的去 就是對大龍的部分去研究 去設計 敬請期待 我們兩個其實是跟你主持 來一起主持 是 今天兩位很麻 今天兩位嘉賓 對 我是很榮幸 但是要稱讚一下Hippie Hippie是最佳的一個代言人 你看代言Sansung 就穿Sansung的藍色 這樣讓我們覺得相當的感動 還兼顧黑人牙膏的顏色 是是是 太了不起了 真的是一個專業的藝人跟天后 她一舉 她一舉兩得 一舉三得是被宣傳演唱會 好那你還是有一些想法吧 就是說 因為三個姐妹有一段時間 沒有一起工作 那這次巡迴的 你說要一起出國啊 一起要住很多的地方 又回到四年前 那種感覺 妳心情如何 很期待啊 然後 就是這場演唱會真的還蠻不容易的 因為出乎我自己的想像 當初沒有覺得 還有可能 確定 可以辦這場演唱會 所以現在成型覺得很開心 然後 也有看 就是我們之前有開會 然後看一些製作的東西跟內容 真的非常的期待 會是別於以往不一樣的感覺 是請大家拭目以待 絕對會讓大家呢 有著吃回票價 而且一次要超越一次的命 之前更好 畢竟我們這三個人真的很厲害 現在是出道第十 十二年 十一 十二 你們對數字好像都不是很敏感 場次啊 就是今年一樣 今年滿十二年